又不想花太多钱 又想玩到更多更新的正版游戏 可以看看这个方案 这是拳击拢之霸的第三集 这次聊聊微软的Xbox和XGPU 国内很多人对这个方案不太了解 但是确实很香 因为微软它有钱 它的游戏领域正在布局 在这个阶段 我们玩家可以从中得到一些福利 先说方案搭配 我们可以花1800块钱 买个日版的XSS主机 然后再花100多块钱 买一年的XGPU会员 这样游戏和主机加在一起不到2000块钱 可以在一年之内畅玩很多游戏 而且都是正版游戏 其中还有很多大作新作 另外XSS这个主机尺寸很小 还没有A4纸大 外出旅游的时候放在包里无压力 接电视 显示器 便携屏都可以 只要有HDMI接口就可以了 不足之处就是XSS主机 它是1080P60帧的方案 另外它的存储容量比较小 如果想追求4K 60帧又要有光追 以及更好的游戏体验 可以把XSS换成XSX 日版XSX主机价格是4000块钱 博航的XSX一直缺货 XSS和XSX都是新一代的主机 其中XSS主打性价比 如果你是画面档首选XSX 微软的XSX和索尼的PS5它是同代主机 虽然XSX性能略高于PS5 但是游戏的实际表现和PS5是差不多的 另外这两个主机分别有一套自己的专属游戏库 两个游戏库也有一些重叠的游戏 在决定购买这套方案之前 我建议各位先看一下XGPU的会员游戏阵容 比如最新发布的大作《卧龙》 还有《原子之心》都在里面 最近我看了一下通知 幽灵线东京也会在4月12号加入XGPU 微软的第一方游戏大作也都在里面 比如地平线赛车的4和5 光环系列 战争机器 还有很多第三方游戏 甚至EA Play的基础会员的游戏也在里面 比如双日成型 极品飞车 星球大战 泰坦陨落等等 微软的XGPU游戏库和PS5的二档会员游戏库 它们的机制是一样的 里面的游戏都是动态的 过一段时间就会有新游戏入库 又有一些游戏会出库 出库的游戏就不能玩了 但是微软的第一方大作是不会出库的 另外XGPU还有一个PC福利 那就是电脑和Xbox游戏机 可以共享这个XGPU游戏库 其中里面有几款游戏只能是PC才能玩 比如帝国时代4 还有命令与中服重置版 我不知道你们平时喜欢坐沙发 还是电竞椅 我以前一直坐一家的办公椅 比如299的伦贝特 999的马库斯 我都用过 最近我换了一把人体工学椅 是松能的外八 它在大醋的时候 倒过999和一家的马库斯差不多 我亲自用了一个多月 才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使用感受 这是人体工学椅 它的特点是坐久了不容易疲劳 它的坐垫和后背是通风的 散热好 坐久了不会无汗 这两点给好兵 它的后背和坐垫都是编织网布的 或者小200斤的体重 开始很担心它的承载能力 但是一个多月时间下来 编织网布的柔韧性还是可以依赖的 另外它这个扶手材料都是软质的 可以前后上下平移 还能左右旋转 这个椅子下面还有一个脚拖 它也是软质材料的 我们可以把椅背调好 伸出脚拖 把椅子当床 中午补个教 晒晒太阳 还是很惬意的 我是1米86的身高 头枕这个位置正合适 这把椅子是我亲自安装的 之前的宜家的马库斯 还有伦贝特也是我自己安装的 但是用了几年有异想了 希望这个不会出现 下面说几条不足 我老婆说你给厂家反馈一下 这个编织的网面后面容易击灰 我说北京的沙尘多 沙椅的都一样 眼不见为净吧 另外它这个头枕高度调节有限 当然了 一分钱一分货 这把椅子是他们家的性价比版本 它家还有个高配版 功能更多 可以支持150公斤的体重 我这个最大支持109公斤 关于全几种枝霸如何选 已经做到了第三集 还剩一个任天堂switch PC PS5 Xbox NS 你会怎么选 欢迎写到评论区 谢谢大家